第一批人民币已经到位 都安排好了 可以随时启程运往上海 好 安排季三毛他们押送就行了 好 邓政委 邓政委来了 正好都在这里 上海来的加急电报 刘昌逸任松户警卫区副司令 赵祖康任代理市长 对 现在归刘昌逸管辖的 五十一军 一二三军 正处在聂凤治的对面 如果能够策反他和赵祖康 我们的部队 就可以立即渡过苏州河 进入上海市区实现 你说的进攻市区 绝不用大炮轰了 赵祖康一直是我们争取的对象 刘昌逸 暗中参加过民阁 可以派人去找他们 他们两个的任命 都是公开的 身边恐怕早就被国民党保密局 围得水泄不通了 上海的同志不宜露眠 可以派小璐去 第一 他是上海人 对上海的环境熟悉 二一个呢 他可以代表我 直接去找赵祖康 刘昌逸 名正言顺 大大方方地去 是 也算我一个 你不行了 你是州副主席派给我的经济学家 进到上海以后 才发挥你的价值呢 这样冒险的事情 不可能让你去 我除了是经济专家 刘昌逸是我姑父 我是他的侄女 亲侄女 什么 亲子女 那汉年 怎么没提到过 就是啊 我的资料里应该都有 可能警卫首长没有在意吧 不过 我父亲说 我姑父一直在家 父亲养病 怎么会突然当上副司令了呢 这说明啊 唐昌博要撤退了 这个时候 把刘昌逸拉过来 为他殿后当炮灰 老蒋一贯的作风啊 我那耿直的姑父 不可能心甘情愿 为他垫背的 我想这个时候 能够得到他信任的人 应该是我 而且我相信 信任感 是策反他的第一要义 我也愿意 为了和平解放上海 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样也可以少开些枪 少些伤亡 几位首长请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 再说 同区的不还有陆参谋吗 老总 我绝对保证记仓谋安全 我同意了吗 你就往上冲 邓政委 你看看 现在要获得 刘昌逸的信任 化解前线战事的胶壮 季参谋走一趟 我觉得 应该是 最快的方法 只是 死去呀 如入龙潭 我也担心 安全问题 刘昌逸在丹阳 不是选了几个人去上海了吗 可以让他们暗中保护 好 集参谋 到 任何时候不得冒险 你的生命 比任何任务都重要 我们进到上海以后 你还要以一滴百了 是 我给赵祖康写一封信 你们两个 带着去上海 小鹿 到 季参谋要是掉了一根头发 我就把你军阀处置 赵祖 我保证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 我第一时间挡在季参谋前头 不让他掉一根头发 好 你们去准备一下 是 你怎么穿成这样 你怎么穿成这样 你是军官 我是军官太太 我不穿成这样 穿成什么样 合适 不说 书长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没有 继三谋 拿着 给仗师长个信 对 你看看你们两个 一个紧张兮兮的 一个心里慌的 这个样子去上海 一眼就让敌人看到 你身份是假的 你们这一次 任务非常危险 要谨慎小心 认真合作 是 死刑上海 是要解百万民众之忧 解前线之困 祝你们成功 那是谁的车啊 不认识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现在各民众大伙 都急着逃离上海 全找局做疏通传票 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呢 想走吗 听命令 来了 进去吧 你不进去啊 局座等着我呢 什么事还分开说 不知道 去吧 进来 进来 起座 抓了 抓了李白黄敬武 软禁了张岚罗龙计 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还在活跃啊 备止是止 你这个人啊 堂堂的保密局上海战行动队长 六年时间 没抓住过一个公党 只有连李白黄敬武这样的人 都错失在手下 盘利润的手里 反倒是维持市面上的治安 干得有声有色 你穿着警察的皮影 可真正要干的 应该是保密局的影视 卑职办事不理 院手走法 是要罚 现在 上海方方面面的人 都在安排撤离 我和毛局长商量 让你留下 是 任务是什么 根据北平 天津 和南京的情况 共产党进城后 不会令其如早 势必也会将上海市政府 各个机构予以接受 你留下来做好服务 为他们服务 对 协助他们完成接受 好好表现 取得信任 等我的命令 我要你做一把尖刀 在必要时 插进他们的心脏 给他们致命一击 您是让我深情 可是共党不可能不调查我们 你身家如此清白 怕什么 去做让我做尖刀 一时又不起用 您是在看我值不值得信任 你明明很聪明 警察干得也很好 就是报秘局的工作做不好 天队长 如果你是我 会不会怀疑 是自己挑错的人 保密局人才济济 立功很难 那就要抓住机会 好好表现 不过 如果还和以前一样 一个共党抓不住 一条情报都没有 到时候 我可不能保障 是不是 会牺牲掉你 是 两件事需要你立刻去办 第一 到家定去接 带员来的同志 送他们到刘昌义的指挥部 五十一军刚刚枕编 身边宏多 保密局秘密派出的人 恐怕也不少 要千万小心 确保其安全 第二 想办法 把园中术和冷铃 送到潘里人的手里 毛森有行动 好 局长 现在杀他们还有什么用啊 共产党不来 他们就不会死 不是我要杀他们 是共产党 非要他们死 田队长 当初局座把你留下来的时候 我是不同意的 你从来没有杀过人 手上不沾血的人不值得信任 我保证不复局座所托 做 比说 更容易让人信服 开枪 田队长 他 杀个人 就这么困难吗 全体都有 听我口令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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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我去 你 你 需要您出示刚才的证件 城内的情况怎么样了 别的机构忙着撤退 保密局忙着杀人 两位不必游戏 我们正在全力营救 怎么会这么多乞讨的人 汤恩博为了构建防线 驱离了数十万郊区的百姓 这些人都不在我们的经济测算之内 等上海解放之后 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 反映给两位市长 小伙优优独播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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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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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小心 放行